車來車往的過港路 車速快 七七車從170號前的路口出來 一不小心就會發生危險 前比較多好像七八四六七四都有啊 常常都在時速路我這邊 聽說里長自己也被撞過 他被撞過啊骨折啊 手跟腳都 所以你們也很感覺說 這個地方真的很危險 很危險啊 因為這邊直行車 尤其是晚上都走得很快 所以摩托車也跑得很快啊 過港裡里長陳清池 每年在市長基層座談會 都會爭取要設置紅綠燈號制 但市政府評估後認為沒有必要 里長陳清池30日再度提案 希望市政府重視交通安全 交通規則就是要保障的安全 人生生命才想的安全 如果是人生的安全沒有辦法 那該交通規則就是規則 我為什麼強調給人家 我住在那邊 每天從下面上來的時候 只能看到對外的折線的折射鏡 從八個方向過來 它那個因為是彎道 它一彎道的斜線 或它會加速 加速到來出現的時候 就算是幾公尺而已 那幾秒鐘而已 那麼你發現的時候 你都來不及了 有時候暗時 不必會打電腦 在內入口的危險性 警察局第三分語說 在入口前設置了暴閃燈 也達到了提醒駕駛的功效 跟交付到現場去惠灘之後 那因為後這部分 會達到相關的設置的需求 所以決意就給我們設置了 那後來我們也跟民廠到現場 只有那初步就是說 從惠灘之後 我們有在那個路口 加速暴閃燈 那可以初步積極駕駛的說 這是一個路口 那也從去年惠灘之後 加速暴閃燈一直到目前 其實這個 比較近一年的時間 目前統計那個地方 是沒有再發生過車禍 我看起來這個 照片上看起來 就是一個滿陡的斜坡 那個有時腳上上來 要上來的看不見車子 然後過來的 也看不到那邊是 就是有個協會的村上 好 沒關係 我會說是 我剛剛有財事啊 那個之前你在跟局長 雖然這個是小事啊 這勞動跟我們 訂賞交定來出力啊 那個 不管用我們局長是交通專家 尤其他在其他縣市 有一些分跑的經驗也不一定 然後請劉局長給我們指導一下 根據警察局統計 107年到109年9月30日 總計發生了7件交通事故 造成了5個人受傷 金融市長劉昌 左右才是郊遊 具有交通專長背景的 新任警察局長劉耀青負責 研議降低車禍事故的方法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